由全國人大代表 盈卓先生主持的中華民間民情調查 對三座中等城市 即是二線城市6000名25歲以上的居民 作出了18個問題的問卷調查 結果令人震驚 中國成年人比想像中多得多 這18個問題如下 你認為哪一個是抗日戰爭的中流底柱 78%人說中國共產黨 問及國民黨在抗戰中起了什麼作用 回答竟然是搞磨擦 望風而逃 打了幾次敗仗 輔助作用 而第二條 你認為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面積的腐敗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81%認為這個是改革開放走市場經濟道路 必然產生的問題 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 甚至有50%的人認為當今歐美發達國家的腐敗 比中共更加嚴重 而第三 你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些是假民主佔了被調查者的72% 而來到第四條 就是你怎麼看美國打擊薩達姆政權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回答是霸權 是侵略 而來到第五條 你認為當日的紅軍為什麼要長征 66%的人回答 北上抗日 你認為台灣如果全民公權 有多少人贊成台獨 百分之八十的人認為 台獨分子是一小撮 第七 你贊成武力修復台灣嘛 76%的人贊成 還有30%的人贊成 使用原子彈 第八 你認為香港在英國統治期間 人民的日子過不過得好 85%的人認為物質生活上可 但是生活得來沒有尊嚴 受歧視是英國人的二等公民 第九 你認為中國社會治安情報 是不是好過美國 80%的人認為美國兇殺搶劫 強姦這些暴力事件 遠遠多於中國 而來到第十條 你對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 怎麼看 70%的人回答 大快人心 十一 你認為神鹿飛上天 舉辦奧運 給中國人帶來了什麼 90%的人認為 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中國人 吐氣揚眉 十二 你對中國取得總數為世界第二的奧運金牌 你怎麼想 92%的人感到驕傲 認為中國是體育大國 健康大國 對你建國初期鎮壓反革命 搞土改 有什麼看法 82%的人認為 在當時情況下 是必要這樣做的 十四 你認為朝鮮戰爭上高 中國軍隊 是不是打敗了美國 95%的人認為 是打敗了美國 尤其他的狼子野心 去到第十五 你認為 充斥中國市場的杜瓣書籍 杜瓣光碟 會不會影響中國的形象 影響社會的進步 83%認為 無所謂 杜瓣可以令到老百姓得到優惠 第十六 你怎麼看 戈爾巴 喬夫 葉利欽和蘇聯解體 80%的人認為 蘇聯解體分裂了一個國家 削弱了一個陣營 戈爾巴 喬夫和葉利欽是罪人 而去到第十七 條 你對老順先生怎麼看 是不是懷有崇敬之情 你心中的英雄是誰 70%的同胞對老順先生所知的不多 崇拜的人物是漢武帝 諸葛亮岳飛 毛澤東 金庸耀明 又問 你知不知道 顧準 張志新 林超 御羅克這些人 90%說不清楚 也不敢興趣 第十八 條 你認為中國社會這麼多的弊端 好像假藥毒人 法軟欺人 抗爛貧營 黑惡勢力槍決 是不是講明我們中國的政體存在了問題 77%的人認為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 下面的人是歪嘴和尚 將好的政策 好像經書一樣 臉歪了 這十八條 基本上 你就知道中國的洗腦成功 導致了 傻B如魂 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